嗨 大家好 我們是100種理想的 我是理想爸爸 我是理想爸爸 今天在這邊有一個 托育30 對 托育30 因為他們已經在做這個 托育管理的這個服務已經30週年了 所以叫托育30 是的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一起來了解 托育人員跟家庭之間怎麼樣可以彼此幫助 家庭這邊已經培育了超過5000多位的托育人員 家庭的托育人員訓練 最正的規劃最重要 他本身就有增揚的經驗 對不對 然後加上在課程上的訓練 所以很快就能上學 再來就是有家庭在做後 背後做我們的資源 萬一我們在托育上 碰到一些問子 照顧孩子上碰到一些問子 馬上就是找家庭吧 好 可以解決 一個新手媽媽來講要接觸人家 一定會很懷疑 奇怪我們保護姐妹為什麼可以帶兩個 三個 我們在課程裡面都有安排一個到我們的師生學姐家 去見習 讓他們知道說 實習制啊 有實習制就對了 新手父母 新手父母 你們需要有經驗的父母來幫助你 非常重要 所以好不好如果你是住在內湖 或者是中正區的爸爸媽媽 或是有托育需要的 就是跟南台北家庭中心 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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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上天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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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生 大、小、重奔補裙 太古多了 他是紅酒 好! 好帥喔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南台北家福的主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南台北家福 在11月份有一個寒中 最末關懷的一個行動 要來邀請社會大眾 每一個社會大眾可以 不管是捐贈經費或捐贈物資 讓我們所付出的900戶的小朋友跟家長 可以即將跨入 這個新的一年 有大家的一個支持鼓勵 邀請大家能夠一起來參與這個 最末的行動暖心計畫 一戶 2500的 然後跟物資的一戶是4000元 所以我們大家 人越多大家就可以 能夠幫助更多的家庭 那大家就可以透過捐款 直接到台北家福的捐款帳戶 這邊 我們後製在這裡好不好 都可以參與 讓我們一起 讓更多的家庭人 會擁有幸福家庭的記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